这个商店呢 考虑的宗旨就是 要用正确的工具 去做正确的事情 大家知道这个锤子 分着大锤小锤中锤 对吧 但是它前面那个词 并不是用大小中 这个三个词 不是用small medium big 它分别有个词 比如说hammer slammer 对吧 比如说我们那个 小锤 可能就是按这个图钉砸进去 而大锤呢 就类似于千斤顶白 很重的东西 给它打到地桩里 那是大锤 然后还有一个是 那种介于两者之间的 比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 那个年糕 一般在那个 四川还有东北 会有那个打糕是吧 然后就用它那种 那个大锤吃劲砸 所以说你做不同的事情 你要用正确的工作去做 这就是shop 但是这个shop 对于你们来说很难 包括对于我来说 我在去看这个课程提杠的时候 也觉得很难 因为很多生词 除非你对这一行很感兴趣 你可以背一背 如果你对那些工具 什么斧子 镯子什么的 锤子不感兴趣 你干脆就可以把这个shop 空过去 但是这个auto 是非常重要 无论是 是否你参军 然后 你要对自己车 有个正确认识 对吧 比如说你车觉得 有什么问题 你要知道哪里出了错 这auto这一部分 会给你们一些启迪 我们看一下这个 mechanical 127 我们看一下这个auto 首先呢 在讲auto之前 我先说一下这考试 这考试呢 记考 一共11道题 写一下 这个一共11个questions 然后呢 你需要七分钟去打 这就意味着什么 你们看一遍题 必须得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类似于 那种常识性的 你们要基于有一个 很好这个阅读基础 我们在讲车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车的心脏 是哪吗 发动机 对吧 这就跟这个人一样 人的这个发动机在于哪 是不是在于大脑 对吧 那我们首先要画个这个 发动机出来 因为我的绘画水平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大体上画一个 OK 然后这是个 然后这是一个活塞 然后这 然后这也是个活塞 那我再用其他笔画一下 这是个大活塞 OK 一个圈 然后把这个刺2给画上 然后这是一个 它类似一个钟摆式的东西 是不是很像这个锤子是吧 大家看到这模型了吗 这模型画的很丑是吧 这就是类似一个发动机 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发动机要怎么样 要有燃料 对不对 这发动机 玩过四驱车的应该知道 它发动机是在一圈一圈的转 对吧 所以说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这么 工作的 那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阶段 首先是intake sorry 什么叫intake intake叫摄入 摄入就是这个法 这就是intake这个法 大家知道左边是intake 进气 那这个进的是什么 油电混合物 对吧 首先它有这个air和这个fuel 如果只有燃料 没有空气的话 你说这燃料能燃烧吗 不能 因为我们知道燃烧的基本条件 要有氧气 对吧 所以说呢 它一般是燃料和空气的混合物 进入这个气缸 这个气缸 我们之前数学里学过这个单词 叫cylinder cylinder是什么 就一个圆柱体 对吧 气缸都是圆柱体 那这个气呢 会进去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如果进气的时候 大家说 是不是推动这个气缸往下走 那这个推动这个sar往下走 对吧 大家想想 这个sar一旦往下走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东西叫crank shaft 我们中文叫曲轴 曲轴的话 它怎么运动 它走一个半圆轴 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篇阅读里 说这个气缸的问题 对吧 它可以把一个线性运动 大家说这个气缸 是不是上下走 是不是就是一个linear 对吧 它叫linear motion 转成一个什么运动 rotation 对吧 转成一个旋转运动 就跟火车那个道理一样 对吧 然后这个气进来 然后推动这个气缸向下 就是进气阶段 那进完气 以后怎么样 其实它有 这边有个sar 我们叫ignation ignator 这叫点燃器 第二个叫压缩 compression 压缩文件 是不是也是这个词 这时候怎么样 压缩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sar要往上顶 是不是这个气体都集中在这 大家想想这种构造 如果气体往上顶 这个气体是不是把这活sar 会卡在这个部位 我写个 它是不是要卡在这个部位 因为这个头 这个头要正好是可以要构得到这个直径的 对吧 所以说那个时候呢 这个sar是这种形态 一下子就卡住了 对吧 卡出之后 气体是不是没法从这个sar往这走 也说气体的体积越来越小 压力呢 也会同时会越来越大 那这时候形成了一个什么 压缩气体 对吧 有些人 我看有人提问说这个sar叫什么 这个sar叫pistol piston sar有个NBA球队是吧 然后已经改名了 然后这个ignite 这个词本身是点燃的意思 所以是igniter 它就是点燃器的意思 我们叫火花sar的意思 那这个还有名字 还有名字叫什么 我写个 也叫spark plug plug是sar对吧 也有sar意思 spark呢 就火星 火花sar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具有这个压缩气体了 对吧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crankshaft的这个曲轴呢 又转了半轴 大家一定要半周 这个单摆运动的这个概念 比如说现在我有个摆 我必须得各种插入这个基本东西 要不理解有一些困难 这是块这个表 一个线 签着 首先呢 大家想想我用手给它拨弄到这 ok 这个时候这个单摆会怎么运动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空气阻力的话 它是不是会一直运动下去 小幅度 这个应该小于7度 它就单摆运动 那这个时候它运动到这 然后呢 再运动到这 对吧 大家说怎么才能算个循环 是不是当单摆 如果我从这开始的话 它这么来回运动 再运回到这 算是一个 循环 周期 对吧 那它经历了几个阶段 首先呢 是这 首先从这个位置转到这个位置 对吧 其次从这个位置转到这个位置 是吧 然后再其次从这个位置转到这个位置 这是中心位置 然后再从这个位置 中心位置再 还原到原来的位置 是不是这是一个循环 同理 这个crankshaft也是 这一共其实分这个三个阶段 四个阶段 那这个时候 这个crankshaft 大家想想 根据我们刚才铺垫的知识 是不是也是 最刚开始 是不是在这的 对吧 这根现在在这 之后呢 在这 在之后呢 怎么样 在这 在这 然后在最后回去 对吧 OK 这也是一个循环 就是这个道理 那第三个阶段 该是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 爆炸一般都是在一个体积 非常封闭的这个空间内 点燃了这个 可燃性气体 所以说呢 这个活化三儿 就是给这个压缩的 可燃性气体 一点火星可能是 然后呢 这开始怎么样 膨胀 对不对 就跟那放炮竹一样 所以说呢 它点燃了 这是power阶段 它把这个gas和这个air 这个mix 给怎么样 ignite 对吧 给点燃了 之后 这个气体会不会迅速膨胀 然后之后推动 这火化三儿 迅速的向下 对吧 那这时候这个曲轴 是不是又转了半圈 OK 所以说呢 又让这个动了一下 对吧 第四个 大家说这个可燃性气体 膨胀之后 是不是这个火 这个三儿 是不是应该是到这了 对吧 火三儿 不是火三儿 这个上下游动这个三儿 我们叫气缸三儿 到这之后 上面是不是都是废气 这废气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排出去 那这个火三儿 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向上层 把这个气体 从这个口这排出去 所以说现在这个口 我们叫什么 exhaust valve 叫这个号 尾气的这个 尾气的三儿 闸门 valve是闸门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三儿 刚往上推这个气体 走的时候 是通过这一部分走的 这就是整个一个过程 对吧 然后之后 接下来下一个循环 是不是又开始 进气 压缩 点燃 膨胀 然后排气 对吧 所以说第四个 我们定义成 exhaust 叫排气 大家懂这意思了吗 其实那个 现在这个气缸呢 都是 这个valve 这个闸门 都是叫time 的valve 什么叫time 的valve 都是定时的 什么时候起来 他们已经计算好 这一个周期循环的 这个时间 对吧 什么时候 这个闸门 直接推开 现在我们讲最原始的 就是靠这个气体的 吸和推 对吧 压力增大的时候 那就会推着火塞 运动 压力减少的时候 外界气压 就会把这火塞 往里吸 OK 这是我们这个 汽车的一个发动机 这考试会怎么考 它会考你这个 crankshaft的位置 对应的是哪一个阶段 比如说现在刚开始在这 这是什么阶段 intake crankshaft是在这 对吧 当compression压缩的时候 是在什么阶段 肯定是往上推的 一个阶段 对吧 那就是 在这个阶段 当它竖直的时候 compression power点燃的时候 是不是又是怎么样 迅速膨胀 对吧 它又直接往下推 往下推的时候呢 它很特殊 往下推的power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在这个阶段 它其实先到这 然后再到这 OK 然后最后 exhaust排气的时候 这crankshaft 让我这一批 然后呢 把这个气体一起排出 这个有什么疑问 没有疑问 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说 这个车对于这个Cylinder 它这个个数问题 我之前好像提过一嘴 说这个有四缸 有六缸 有八缸的是吧 比如说四六八 什么时候 这个四缸 怎么写 V4 我们市面上应该看到 V4 V6 V8 对吧 这个V呢 代表什么 V就是代表 two rows 两排的意思 OK 我们还有个i 比如我们看到 i3 i2 这种 i代表什么 i代表inline OK 其实这个V代表 vertical OK 我写一下 vertical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发动机 就是跟这个大V一样 这是两排这个发动机 两排这个气缸 inline就在同一行 OK 比如说i2 就两个气缸在这 i3呢 就是两个 三个气缸 乘一排 OK 它会有这个图形 如果你发现这个气缸 这两个东西是并排用的 它就是i2 对吧 就选i2就好了 如果你看到是这种 V4 right 你们车应该是有这个V6 V4 V8 是吧 一般V8是怎么样 都是跑车 right 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判断题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cycle 我们说循环怎么说 cycle 对不对 cycle叫什么 叫循环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个动作 成为一个循环 我们很多人说这个for 他觉得是四步吗 我们就是forcycle 这个称谓是错误的 对不对 不是四个循环 我们对刚才我们所讲的四个步骤 有个称号 我们叫forstroke onecycle engine 说翻译成中文叫四个步骤 stroke 四个步骤 一循环的发动机 这个stroke为什么称为步骤 它在一个循环里 比如说在一个cycle里面 我说每一步 我就用stroke来代替 stroke1 是intake 进气 stroke2呢 压缩器 体compression stroke3 是点燃 ignation 然后stroke4呢 它就是exhaust 是吧 排气 OK stroke 要记住这个单词 然后当第四个stroke完成的时候 整个循环怎么样 要循环来 对吧 大家知道这个字 我们汽车发动机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去做这些循环 对吧 那我们测 那这个循环 这个个数 还有看发动机怎么转 我们有个指标叫什么 rpm rpm全称是什么 我们说一个循环叫revolution 对吧 p呢 知道是per m呢 minute 每分钟的转速对吧 我们叫rpm 那转速表怎么说 我换个笔 这个颜色不够封锁 OK 我们说测量这个rpm 是 tichometer 这个tichometer是什么 转速表 对吧 这些车里的这些零部件 还有一些表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尽量都知道 OK 所以说你看转速表 比如说现在标示 你看到4800rpm 说明什么 现在你发动机每分钟怎么样 做4800个循环cycle right 每分钟做这么多 还是挺快的 是吧 这个我蹭了 有什么疑问吗 OK 那我们发动机刚刚说了 你如果要让这个发动机运转的话 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给它足够的能源 这个打断一下可以吗 什么 我说打断一下 好 就是这个我一点都听不懂 可以不听吗 可以啊 这是optional的 这个考试不重要吧 这个 这个会考 但是不重要 除非你之后选择 就是说实话啊 这一部分如果到时候真的你的分没工作了 然后呢 有时候你不得不接受一个工作 恰好是学科的 你这些原理什么的 早晚都得学 就我们讲的这个general science 然后机械电子什么 汽车shop这些东西 军队不同的工作 早晚都得触及到 他不会白考你的 所以说呢 好 对 尽量能计 多计 就计一下 OK 为了使这个不同循环 就一直发生呢 我们必须得 给它充足的这个 Gas Air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用什么东西去给这个 Gas 燃料 我们用这个 Copulator 这个单词 叫喷油器 或者是换个句 说法叫Fuel Injector 我们知道 Fuel这个单词是能源 Injector呢 Inject是喷射 对吧 喷这个能量的 OK 我们先从这个Copulator开始 我们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油嘴 OK 对吧 有时候你发现这油 哎 我也没跑多少 就加油了 为什么 你可能油嘴喷油的时候 那油 油嘴可能是列了一个口 或怎么样的 那油 会浪费很多 OK Copulator呢 它用于这个老 比较老的车 大概是在这个1990 年之前的车 叫这个Copulator 这是它的目的是什么 to mix the fuel and air 记住一个词 叫mechanically 机械 机械的把这个油和电 混合在一起 OK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知道这个流体 对吧 我们说流体的时候不一定指水啊 空气也是一种流体 那它会在这开个小口 大家想想当比如说这个管道 当空气 这里面有这个空气流动的时候 大家知道流体如果速度越快 它内部的这个压力怎么样 越小 对吧 这就为什么你在一个高速奔驰的这个火车旁边的话 很容易把人吸进去 这就是道理 这个空气迅速的流过 那 如果开个口 是不是外些东西就外面这个气压就会把 往这个里面压呀 对吧 那如果是外面它会设置一个什么 有这个 air 对吧 比如说这里都是fuel 外面有一些这个air 它会把这空气压到里面形成一个什么 air and fuel 对吧 这就是如何用这个机械的方式 物理上把这个air和 fuel混合在一起 像假设说我这个油用的多了 大家知道我说过这个v这个速度velocity 越大 压力越大 是不是更多的这个空气也能进来 对不对 所以说油电捧和物 这个油和这个 油和这个空气需要达到一个比例 对吧 1比14的比例 I'm sorry 这个 fuel比这个air 等于1比14 那完全取悦于这个口的直径diameter right 你如果口径开大一点的话 这个比例是不是有所上调 对吧 口越大 单位时间内流过的流体对应的进来的这个air体积越大 是吧 是吧 这口很重要 这个是computer 下一个 theme 用积极瓶 用积极瓶颗 什么叫Fuel Injector 你就它都用喷射器了 对吧 它一般用在哪里 New Car 新的车 就我们现在开的车都是用这个Fuel Injector 叫这个东西 然后 它是用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用到一个电 然后它可以直接的把这个Liquid Fuel 液态燃料直接怎么样 打进这个Engine AirStream 大家知道这个空气 有个管是专门给这个发动机提供这个Air 对吧 它直接就打到这个Stream里面 用这个Injector OK 那这个通过是什么东西打进来 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把什么一种气体打到另外一种气体 或者把液体打进另外一种液体 或者是把气体打进液体 或者把液体打进气体 我们都需要一个东西叫Pump 对吧 这就是一般机械 这就是一般机械 我们要推动一个东西 最常用的东西 最常用的一个工具叫Pump External Pump 比如说浇车也是浇花 你不得用Pump把水喷出来吗 对吧 你洗车 那个水怎么出来的 不就 就是用Pump 对吧 它是用压力差去向外推动这个物体 它用到泵 然后把这个什么Fuel推到Air里 那如何决定这个进入发动机里 这个燃料的这个量呢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发现了吗 我们之前学过这个 刚才讲过这个Copulator 这个因为是机械混合 它多的少好会有误差 这就为什么我们现代车 不用这个Copulator机械的去混合这个油电 你如果用油少或者用油多的话 显然会很浪费油 或者是达到燃料 燃烧不足 动力减少 对吧 所以说我们用到一个东西叫EFI Computer EFI代表什么 叫Electronics Fuel Injection Computer 这就是EFI的意思 电子喷油气 计算机 对吧 它决定着什么 Amount of fuel 然后呢 Entering 它决定着进入发动机的 就是燃料的量 就由这个控制 它是如何指导的 大家知道这个都是感应器 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 医生会在你身上是不是各种贴 贴那个东西 对吧 然后一个管连接到电脑里 然后那个电脑 一根线啊 不是管 线连到电脑上 电脑就会知道你身体上各项数据 对吧 那它是通过一个感应器 我们叫Sensor 这个Sensor 无处不在 我们化工 你说海底测一个压力 都是用这个Sensor 它会在这个 喷油 空气 还有这个 排尾器这个系统里 然后呢 传送到这个EFI Computer数据 然后它会知道 这个车到底需要到油 从而呢 把这个油打进这个 Engine Airstream OK 所以说它是一种电子的 一种方式 对吧 它非常精确 Right 那我们开车的 我不知道你们开不开摩托车 我开摩托车 还有这个国内 你如果玩手动挡的 它有个离合器 那那个 不是离合器 这个Sortle 这个Sortle什么意思 给油的那个 油门 对吧 这油门和谁连着的 这油门是不是就和这个 Fuel Injector 或者是什么 Builder 就和它们连着的 对吧 因为这些是进油的 那什么控制进油 闸门呗 你一脚踩过去 或者一手 手一转 幅度大的 是不是进油就多 所以说这个Sortle 是和这个Fuel Injector Cupulator 是连在一起的 OK 然后呢 这个呢 是Connected 刚已经加了Connected to EFI 对吧 这就是它的高端指出 我们计算出 用多少油 对吧 那对于这个Sortle来说 我们要提供两个词 OK Advanced 现在我说Advanced 的Sortle 这个代表什么 我要使劲拧 对吧 我开的大一点 我们就Advanced Advanced这个词 我们登次课应该学过 它代表更上一层楼的意思 它是Promote Promote进词 对吧 Promote是从低到高 Advanced同理 就开大油门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 叫The Harder You Push Gas Pedal 什么叫Gas Pedal Pedal是脚踏板 是吧 油闸 有那个门 脚踏板 然后呢 The Foth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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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dvanced Right 就是这道理 我刚刚讲的 有什么不懂 问一下 用没有华马 那个我想问 刚才 刚才 牛气 一个空气和燃料的比例是多少 1比14 0 那个是油是1 空气是14 谢谢 这一部分是不特别有意思 对吧 我们看一下那个 冷却系统 哎呦 结束 老师今天没有休息 今天没休息 嗯 我们不需要休息 这么有意思的课 休息啥呀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冷却系统 大家知道这个燃料燃烧的时候 在发动机里是不是会有 会产生很大热量 你开车你就体会到了 你摸那个车就热的是吧 然后这发动机呢 必须得有这个冷却系统 去怎么样 去冷却里面的部件 否则这发动机会 Melt Right Melt是融化的意思 大家倒计 那在这个系统里呢 我们要 其中有几个名词 大家要记得住 首先叫 Water Jacket Melt Walker Water Jacket Water是水 Jacket 什么 就夹克 对吧 水夹克 也说就是水 那种管道 对吧 就那种水管 必须得围绕着什么 围绕那个parts 一些零件 去 他们会达到很高的这个热度 Water Jacket呢 把它包围住的话 就会让它冷却 对吧 那这水如何在这个Jacket里面流动 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用到一个bump 对不对 Water Pump 这水bump 会让这水怎么样 Circulate through Jacket 上这个水 在这个Jacket里面 循环流动 那它呢 可以 absorb absorb the heat 这是它的作用 去吸收 absorb 我们这件水又是吸收 吸收这个热量 然后呢 吸收质量之后 怎么办 and then pass through 一个关键的部位 叫什么 radiator 这个大家能蒙出来是啥意思吧 我们知道 radiate 比如说有辐射 对不对 radiator呢 叫散热器的意思 把你的热给散出去 OK 那这个散热器是通过什么 大家想想 这散热肯定是把这个东西和外面空气相接触 也就是说呢 它用外面的空气去冷却这个水 OK 那大家想想 如果是有时候车坏了的话 你必须或者是散热器 或者是这个水泵 不是水泵 说里面这个水 冷却水坏了的话 你自己能 在你家这个缸里 摇几瓢 然后直接往里灌吗 肯定不行 对不对 你必须怎么样 去专专业的这个修士厂去灌 那它的水里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水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引入这个名词 叫coolant 什么叫coolant 我们有个叫anti-freeze anti我们之前说过是反对吧 freeze 动 就反对这个动作反抗 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能结冰 大家想想这个水 你汽车里这个冷却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既不能在夏天你一下子就蒸发了 也不能在冬天怎么样 慢慢冷啊 把你这个车里面水一动里面结冰了 对不对 它是要让这种 所以说这水是很特殊的 它里面要加这个coolant 冷冻液 冷冻液是吧 放冻液 然后它作用是什么 它有两个作用 一 大家一定要都记 一是这个race boiling boiling crab boiling这个point of of water 一个是提高水的沸点 boiling大家知道 是吧 boiling point不就沸点吗 是吧 提高水的沸点 什么叫沸点 水正常在室温下 倒都会沸腾 100 right 112度 那提高沸点 也就是说 它可能在200度才沸腾 也就是说 如果车是100多摄氏度的话 这个水是不会走的 大家明白吗 不会沸腾的 第二个 它叫lower freezing point 它是代表什么 降低这个 凝结点 叫什么 用中文怎么说 就结冰那个 降低这个结冰的那个点 零点吗 不是 那是零点越对 叫那个 对的 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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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实我说零点 我刚发现 OK 好 零点 对吧 零结点 为什么降低 比如说现在正常来说 这个冰 这个水是在零摄氏度 会变成什么 冰 对吧 从这个冰水很厚 到冰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我降低 这个freezing point 比如说我降低到 负三十度 假设 不可能这么 这么低 那也就是说 你开到这个 负二十度 这个天气的话 是不是里面水也不会 冻成冰 因为我已经 已经降低了 这个 这个 冻结点 到负三十度 除非你达到负三十度 但是 你除非到这个 南极北极 否则一般地方 不会到负三十度 OK 所以说就是这两个作用 一个是提高 raise boiling point 一个是lower freezing point OK 这个是有疑问 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 OK 所以说从而言之 我们就怕这个冷却液 沸腾或者结冰 我们担心就这两个 对吧 我们下一个 那大家说这个 不同的这个engine parts 再换 我们说这个engine parts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零件 之间 是不是一定要涂这个润滑液 对吧 那个润滑液怎么说 被润滑油 lubricate 对吧 这个词叫润滑的意思 必须得 lubricated 那如果遇到这种金属 这个零件 互相wrap together wrap each other的话 会怎么样 造成这金属 会有磨损 对吧 断裂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 这个油泵 这个油我是指oil 我之前讲过这个 加的汽油 你不是加oil 你是加gas 这个oil我们一般是说什么 机油或者你做饭用的油 叫oil 那这个油呢 我们需要一个油泵 oil pump 然后circulate 去循环什么 循环这个oil through parts 贯穿对吧 贯穿这个结构 这oil可以润滑什么 crankshaft 对吧 就最主要的 那个大板元 然后呢 还有这个rod 这rod 是什么东西 大家记得 那个进气口 有个活塞吗 出气口 exhausted 也有活塞 这个rod 就是这杆 这杆就是rod 所以说这个润滑 它的作用是什么 publication 它是不是可以减少这个摩擦呀 我们叫reduces reduces friction 但是怎么样 它可以怎么样 reduces heat 可以降低产热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这个cooling system 这个大话题下 在讲东西 所以说我现在讲的一切 都是为什么 如何这个车 让这个车冷却 而讲的 所以说这种润滑 可以 它直接的减少了摩擦 间接的减少什么 升热 因为我们知道摩擦升热 right OK 这一部分是有疑问 是有疑问 没有疑问 OK 我们继续 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系统 这个电子系统 我们用这个笔架 这个笔架代表end OK ignition system 我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 这一个叫startup 我们这startup叫启动 启发 启动的意思 对吧 你车刚开始打着火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那火花3E点那个 对吧 还有这个电子系统 你想想你车 你要是 当转一个格的时候 你的收音机 你的这个屏幕显 屏显是不是都已经 有这个数字了 对吧 各种量 对吧 所以说这个electrical system 是我们开车的一个startup 最刚开始一个启动的这个系统 OK 你如果没有这系统 你只有这个gas的话 你是绝对不可以 单独用这个gas去启动的 你要知道 要去如何去 用这个gas 对吧 你需要把它点燃 如何点燃呢 我们需要之前起点火 对吧 就用这个ignation system 点燃这个系统 汽车系统 OK 所以说呢 我们启动车有两大条件 一个是gas 还有个是什么 一个是 气 一个是电 electricity OK 我们 大家知道这个 我们的车的电池是几幅吗 很久很久之前 我们大概 二战之前的车是六幅 那二战之后呢 其实它就是以这个二战 作为一个分界点 现在车都是12幅 OK 很多人想这个 那么大电池 怎么才12幅 确实只有12幅 OK 它不可能给你干到这个100 100多幅 那是家用电器 是吧 冰箱都没那个 它其实就是个12幅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信 它为什么那个电池 只有12幅 还能启动 这连四驱车都赶不上 这用 这就是用到 我们直接讲这个电的时候 正常你启动一个车 你不可能 只用12幅 去给它一个火 就是火星 然后去点燃这个gas 这不可能 对吧 实际上呢 它是用到一个2万幅 去产生这个火花 然后呢 高压火花 去点燃这个gas 那很多人说 这12幅 照这个2万幅 差很多呀 嗯 这个就用到这个电子里 那个线圈的作用 大家还记得 我们如何把这个低压转高压吗 是不是用到一个线圈 还记得吗 比如说这有一个 比如说这V2 然后 这是这个V1 这个扎数 扎数我之前说一圈算一扎 对吧 N1 N2 代表 当然说我们有公式叫 原始线圈 我们叫Primary 次要线圈 我们叫Secondary V1比V2等于什么 N1比N2 现在相当于这个V1 我们只有12幅 对吧 N1我们可能有一些 杂斗都一致的 如果我们想产生 这个2万幅的电压 我们只需要怎么样 是不是在这个线圈上 做点文章就够了 我要这个 让这N2怎么样 也是相当于2万 是12伏的多少倍 大概是 171700倍 对吧 我以为是 比如说N2 这个扎数 是不是也是N1的1700倍 就可以达到这个 这么大电压了 Right 我们用这个公式 这就是这个原理所在 OK 我们不可能把那么大 2万伏的电压之键 在车上 那对车是一种损 好 大家想不想 你连碰 我相信你都不敢碰 那个电池 对吧 好 这个我们铺电完了 我们现在这个铺电 完了的话 我们现在讲这个 Electric Electric 猫头 这个叫电子马达 电子 放松机 它是 由谁 Powered 它是由这个 Powered by Battery 它是由这个电池供电 去起作用 当你 转这个 钥匙的时候 对吧 这个 猫头 我们也称为 Starter 开始出发器 你会听到 你车坏的时候 你会听到 维修人员说 你的Starter坏了 对不对 就是你转钥匙的时候 你打不着火 有时候因为Starter 这就是Electric 猫头 现在我觉得 应该 一些人应该 可以联系在一起了吧 OK 当你的车 找火的时候 就是 发动之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 Attentor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 叫交流召唤器 对吧 它可以怎么样 发出一个电流 给这个电池 去让这个电池充电 OK 形成一个闭合电路 这就是Attentor 的作用 OK 那同时呢 这个 也可以给 你车上的 用电的部件 比如说你的Radio 你的这个GPS 你充手机 对吧 那个 你的电哪来的 Attentor 发出的 OK 这个叫电流 适配器 应该 它把不同电流 分布到不同的地方 Attentor OK 大家明白吗 所以说我们再回到 这个Ignition System Ignition System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提供了一个 High Votage 这个我们都已经铺电过了 对吧 Cart 高压电流 到哪里 到Spark Plug 刚才已经说了 这Spark Plug 就是火花32 去怎么样 Ignite Fuel Mixture 去点燃 这个 汽油 这个混合物 对吧 所以说你说 这个火花 这个哪来的呢 是由这个高压电流 高压电流哪来呢 是由这个电池 就是刚才那个V 对吧 小V12V到20000V 那个线圈产生的 我们刚刚是说 那个N叫扎 对吧 多少圈 那个线圈怎么说 我之前 我再提一下 叫Coyl 对吧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Coyl是线圈的意思 这个明白吗 应该挺这个浅显硬斗的 是吧 其实还有些名词 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比如说这个distributor 还有这个breaker points 还有这个condenser 这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distributor是什么 它相当于一个 这个机械 和电能开关转换的一个装置 大家想想这个车体 它有机械构造 它也有什么 电子部件的构造 对吧 它俩肯定之间 它要有一个转换 比如这时候 我不需要电的时候 我就要用机械 那这时候机械坐表 我就要用电 那这个distributor 就这个作用 这个break point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们大家听听就好了 这个break point 虽然它有这个point 这个点 实际上呢 它其实是一种distributor 它是这个rotating shaft 和这个switch switch我们店里学过 是开关的对吧 这个旋转的这个轴 shaft和这个开关 之间的一个什么 分布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用switch 肯定是用电的那种switch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把这个 这个break point 就转成这个switch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转这个轴 需要机械上的运动 那这个break point 会接收到这个命令 然后呢 把我们的车的这个指令 转移到这个rotating shaft 这个part去做 OK 下面这condenser 非常重要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可以absorb absorb吸收 对吧 absorb什么 access current 刚刚已经说是高压电流 万一电流多的话 你不是让车都带电了吗 所以说有这个condenser 它可以吸收过量这个电流 电能 以防止这个车呢 不会有这个电 大家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你摸谁的车 或者你车有点老旧的时候 你发现你开完车之后啊 你在右手一碰 你会触电 那有时候早上你想开车的时候 开那个车门你也会被电着 对不对 说明你的啥有问题 这玩意儿 它没有很好的吸收过量的这个电流 所以说呢 会造成你的车有多余的电流 电子在上面 不能说有多余的电流 有一些电子附着在 因为你车是金属 所以说这正是这个 电子的栖息地 对吧 所以说呢 你摸车会有这个 被出电的那种感觉 比较土的一种解释 就电池漏电了 你跟那个AAA 这个过来帮你拖车人 讲着condenser 他都必定懂 如果想进修一下 可以考虑这个蓝响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就没了 我们还有这个三个系统 下一个系统 drive system 你肯定是要开车吗 对吧 什么叫drive system 开车系统 OK 那车怎么开啊 你是不是车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车的中心是这个engine 对吧 发动机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这个发动机产生的 这个驱动力 是可以让这个怎么样 是可以传递到这个轮轴上 是他们使这个轴 使这个轮胎旋转 这个就叫drive system OK 发动机的转到什么wheel上 OK 那什么东西是他的关节呢 我们有个叫universal joint 这joint我们人体上也经常有 对吧 你的关节骨节都是叫joint bone joint 对于车来说 每个关节叫universal joint OK 它允许什么 它允许你这个axle 什么叫axle axle是你的这个轴 对吧 一个轴连接两个轮子 两个轴连接四个轮子 这个axle可以上下去怎么样 move up and down 对吧 而不会损害 怎么样 without without drive shaft 这什么意思 就你有了这个关节呢 大家想想你 你开车时候遇到这个bump 是不是一个凸下来东西 你是不是感觉越来越颠 但是也没那么颠 为什么 因为你的轴呢 可以上下去轻微的动 那它就通过这个universal joint OK 而且呢 因为这种上下动 它不会损坏这个drive shaft 不会损坏这个驱动轴 OK 就这样 那刚才说了这个drive shaft是什么 我说驱动轴 这个轴就是 它的用处叫carry tork and transmit 这个几个词应该都认识 对不对 不认识不应该啊 这个tork可是我们词前追学的 transmit什么 那个赵盈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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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 啊我有一些有一些懂有一些不懂 ok 不懂就记起来 好 蔡凯明呢 蔡凯明 哎哎哎你好 你好蔡凯明 在在你干啥呢 没干啥没干啥 嗯你在听吗 在在你在听什么 啊啊这个 drive shaft 是啥 不知道 我刚刚讲过 这universal joint 是啥 嗯 哎这个 嗯不是该听吗 啊不知道不知道 你刚没在听是吗 刚刚打一口 打什么 行你好好听课吧 下不为例 下一个我们说这个前驱和后驱的问题 ok rear wheel drive 这个rear什么意思后面对吧 就是这后驱 然后呢我们还有个前驱 叫front wheel drive 这前驱对吧 还有个四驱 4 wheel 这个drive对吧 大家这个谁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什么叫前驱什么后驱这些都知道对吧 ok 就看谁使劲 我们还有个变速向我们叫这个transmission 变速顾名思义就是 变什么发动机那个转速对吧 叫transmission 那有两种这种啊变速的方式 第一种是什么 自动的对吧 automatic 第二种呢 叫手动的叫menu 它的变速具体是什么原理大家可以听一下 它就其实是改变不同齿罗的这个组合 ok 当我们改变不同齿罗组合的时候 它这个扭矩这个torque 也会发生变化 大家想想扭矩一遍 这个轮子给它扭的力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这就如何它改变这个速度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后面有一个break system 还有emission control system 我们可以之后有时间的时候 然后再去讲 好